主要就是喝这个糖啊 秋后的小银身 相当相当的棒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沙锅萝卜丸子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第一步呢我们切萝卜丝 丝不用过细 我这样切呢是有目的啊 再放一下再放片就好切了啊 这个呢打点斜切 丝呢是三毫米粗细的丝就可以 接下来切啊 这边长到这呢 较短的啊 可以打斜切 放到刀山上这一年就开了 跳两刀 然后往后走 来 粉丝啊 放到热水里泡上啊 这个粉丝呢是二十公分长就可以 别太长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肉呢要求呢是三肥其瘦肉 这是四两肉 脚下鸡脚出的这个串丸子 特别咱们穿的小丸子 不太合适去做啊 做容易攒花 咱们多剁一会儿 剁成多大的颗粒呢 大米粒多大 你给它剁个标准 就那么大粒啊 就可以 朋友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刀尾 就知道它剁的细不细啊 现在呢咱们就要把这个蛋清 加进去 一个蛋清 这都放进去啊 你要是扒两料 你就把这个全蛋都打进去 就可以了 葱姜加进去 这里面呢少加点胡椒粉 来点花椒面 加上盐 多了啊 这些的一半就行 好了 味精 25克组 现在开始搅动 越嚼越干 啊 效果才好 加入淀粉 25克 再拿上一点 这就可以了 来看看这个程度 这叫辣自作 好了 加入白水 放入虾皮 姜丝 葱丝 给它烧开 朋友们咱看一下 现在开锅了 加入盐 二斤 二斤 胡椒粉 胡椒粉 先放就可以 让它把辣味往下下一下 好了 下这丸子 碗子的直径 两公分半就可以 这个碗子的大小呢 也可以叫 珍珠碗子 把这个火可以停掉 好了 现在呢 把火点着 小火 让它慢慢开上锅了 就可以 朋友们 看一下啊 开锅 两分钟 现在呢 叫定型了 什么叫定型呢 怎么搁了 它也不会碎了 怎么搅动 它也不能碎 这叫定型 萝卜丝 下锅 再别盖盖了 敞到锅 这样呢 把萝卜气味往外排一排 剩下的就是萝卜那种鲜味 效果参加 朋友们 看一下啊 开锅了 这个丸子的口呢 要偏重 咱们说八分口 这样呢 才能吃出碗子的香 要是汤呢 要想喝出鲜 是六分口 偏轻 喝上几口以后 再喝着汤 越喝越鲜 头两口 感觉没啥味道 汤有点偏轻 尝尝 尝尝口 咱们这个呢 再加上一点鲜精 鲜下调盐口 又调鲜口 沫 打净 哎 现在味上来了 非常的好 朋友们 来 看一下 粉丝一下锅 就可以出锅了啊 换入葱丝 香菜段 好了 像这样的沫啊 就不要再打了 你这样 动一动 品一下汤啊 这个菜啊 这个汤菜呢 主要就是喝这个汤啊 秋后的小银身 相当相当棒 这个味儿 来源于萝卜的鲜 虾皮的鲜 肉的鲜 肉呢 里面加淀粉的时候啊 不要加过多 加25克干淀粉就行 啊 这样的话呢 吃的呢 既滑嫩 煮的时候呢 里面的肉的鲜汁 它能溢出来 从而呢 汤变成鲜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 说你想吃这个丸子 是鲜香呢 是浓香啊 鲜香 你就按锅这么做 就可以了 要浓香 把这个肉丸子的那个馅 里头少加一点生抽 来点普通酱油 放里头 啊 网子呢 不是耍丸的啊 是有点红突突的酱子啊 那个使就浓香 里面使的是花椒粉 别的是绝对代替不了 花椒粉呢 它不能突出味儿太大 你不能把这个萝卜的鲜汁给压住啊 为啥不使用鲜香粉和其他的料呢 啊 那个料香味不大 好了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个关键这里头 点两滴香油的事情 根据各人的爱好 不吃香油 不放 那像我说你就放了点 就可以了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朱卫光碳